第一次坐飞机常见尴尬 尴尬一,要求开窗户 第一次坐飞机,由于一些乘客过度紧张,胸口发闷,会要求空姐将正在飞行的飞机窗户打开,引来同行的旅客嘲笑 尴尬二,以为毯子是赠品 第一次坐飞机,一些乘客不知道飞机上为旅客提供的毯子是仅供休息用,不是附属赠品,将毯子包起来装回家 而被空城人员制止 尴尬三,不知道换登机牌 一些乘客直接拿着预定机票的相关信息,直接去安检准备登机,却被安检人员告知不能直接用机票登机 尴尬四,误机 第一次坐飞机,最好是提前两个小时就到机场,因为需要办理很多手续,买票换登机牌或安检登机 任何一部分稍微出现点意外都会容易误机 尴尬五,系安全带 第一次坐飞机没有旅行经验,就会完全按照空城人员的提示,牢牢地将安全带系好 等到想要去卫生间时,却忘记了自己既有安全带,猛地站起来,又被一种力量束缚着,弹了回去,非常尴尬 尴尬六,遇到气流 第一次坐飞机,多少都会有点紧张,起飞降落都会让人感到害怕 特别是当飞机遇到气流时,更会增加人的恐惧感 其实飞机遇到气流,出现颠簸,是一种常见的状况 遇到时不要害怕,不要离开座位,系好安全带,以免尴尬 尴尬七,询问食物价格 飞机上,空姐往往会推着小推车,来问你,需要吃或喝点什么,一些第一次乘坐飞机的旅客,在获取了食物之后,会问到多少钱 实际上,你在飞机上的饮食费用,已经算在了机票里面,因此这些东西都是免费的 三尬八,行李箱不合规,第一次乘坐飞机,由于经验不足,行李箱尺寸不合规,或不去安检,或者过了安检,却因为箱子太大,装不进储物柜中 关闭不了储物柜门,而被空城人员赶下飞机